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影间总见 我是林志彤 先和大家跟进内地股市中收市的情况 内地股市半日是收跌 上乘指数低开2点之后 曾经急错超过2% 但之后跌幅收集 半日是收跌3点报3218点 深城指数 半日收报10250点 半日跌177点 跌幅达到1.7% 创业版指数跌得很急 半日收报1693点 跌51点 半日跌幅达到3% 早段曾经下错近5% 低见1659点 至于护心300指数 收报3711点 微星8点 但恒指方面 刚刚收市 中五收报26542点 升152点 国企指数中五收市都升118点 升幅超过1% 10846点 大市成交512亿多 这个环节我们请来Stanley和我们聊聊 Hello Stanley 你好 今天见到市价有点刹 本身做得不错 但内地股市急错影响港股的升势 不过A股之后都跌少了 港股都可以咬腰到升上去 你看港股市底是否仍然偏强呢 其实都挺明显的 你会看今天内地方面 虽然有一下就大跌 但跌下去之后 都很快就能上回来 反映了 似乎不论中港股市也好 似乎市底都不弱 特别是港股市 港股市在今早上的时间 都曾经倒跌过一段 比较短的时间 但很快在腾讯 在中资保险股的支持之下 都马上有个比较大的反弹 严格上 都可以先说一些 A股的行情 因为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 都是金融监管的情况 另外创业版的跌幅相对比较大 亦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原因 但如果你看回创业版指数里面 我们叫三大权重股 即是叫做温市股份 三序环保 和乐视网 三更多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 即是温市股份 都出了一个刑警 预计第二季的业势都比较差 另外这个三序环保 基本上也有很多被人质疑财务的状况 而乐视网也有更多牌 而且看回创业版的估值 那一层都停三十多倍 经过这么大跌之后 都停36倍的PE 都真的不是叫便宜的了 所以你说创业版那边有个震荡 都合理的 不过似乎这一下 震下去这一下 令大家真的有点担忧 连带之下 港股也跌了下去 但的而且个个市场是强的 我想今个星期甚至乎你可以说港股现在有两方面 大家要密切留意着 第一就是说 因为如果你以回环球股市场去看 港股仍然比较便宜 假设整个市场的外微市况仍然做好 例如可能你说 在今个星期 一些美国方面的企业的业势 还有理想的时间 我相信你说 美国有机会再升上去 连带之下 也令港股这边的 因为企业比较落后一点 也令港股这边的表现 有机会再有什么好一点 另外也是 北水的情况 因为真的你见到很明显的了 这些北水 不断叫南下的时间 他们买一些重益的蓝筹股 都令到市场本身都可以说比较稳 稳定了 所以现在的港股 你说有没有机会有大一点的震荡下跌呢 照样北水的状况 但怎样都好 我自己认为港股经历过 之前一个急升之后 短期内 似乎都是要先休息 你说在2600 差不多这个位置 可能都会先拉矩下 整高下 还有这些公司的业势 还有我看之后的时间 等到香港这一边 那些企业业势出来 看看能不能够 看看能不能够 如果价值还是比较理想的话 到时才会有些比较大的突破 好 讲完大市 我们又讲一些赌业股 大和就出了报告 就说澳门的赌业股 可能会受到中国和澳门两地 打击洗黑钱的活动影响 面临一个流动性的压力 更加引述澳门其中一个中介人 就说现在反洗黑钱的调查 行动又增加 导致几个银行户口被冻结 建议客户先将资金 从一些受影响的银行户口 拿出来 看到今天的赌业股 真是完全跑输大事 银鱼跌2% 金沙跌1%左右 永利跌半成 美高煤真的跌3% 其实这些政策 和之前的炎打赌博代理 都令到这些板块有些阴影 是的 有些分析都说 下半年的倒收将会放缓 这个板块的表现 是不是都要看低一点 先说倒收放缓这一件事 因为之前的时间 都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说 因为本身在上半年的时间 那个基数问题 所以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 这是正常的现象 但都跟大家有不断强调 8月份打后的数据 因为基数比较高 到时你可以说那个增幅 就不会说之前可以这么厉害 所以这个你可以说 就是豪赌股 我相信你说是下半年的时间 大家要密切留意着 这个状况的因素 至于今天这些消息 当然你说是真是假 就不得而知 但是每次 当流动性比较紧的时间 豪赌股都可以说是首当其冲 一定受到一些比较大的影响 特别是如果这个假设 真是属实的话 都意味着 内地方面 可能你这方面的资金上的监管管制 是更加之多 又会再大 对于豪赌股来说 都是比较不利的 所以这个板块 其实都 我想现在这个板块 跟之前的时间比较 有点不同了 其实我图也看到的 就是之前的时间 豪赌股 很多的股价 都有一些接连破顶的情况 但这一转你看得到 虽然弹也好 但不快之前都应该到的了 反映就是说 似乎大家对于豪赌股的看法 都可能已经有少些 改变了了 虽然我自己都说 没有豪赌股 你看另一样的 就是说 哪一间的公司 能够 拿到日本的赌牌 但日本那边 现在 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安培的内阁 都基本上有机会 真的会有一些 的变根 还有就是说 究竟现在还能够做下去 都只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相信 都有比较多的变数存在着 所以变相之下 假设大家是没有货的话 不建议大家考虑着 有货的话 都可以找个位置 都可能可以先人减持一下 我倒业股就表现一样 不过今天蓝筹里面 就是招商局港口 表现就非常突出 主要都是炒刑起的因素 公司就预期 中期盈利会有 超过五成的增长 另外可以看回 整个航运板块 其实最近都行得不错 下半年 环球经济看来 都是一个稳步复苏的状态 这类的航运物流股 有静不静博呢 都两看 因为如果你看回 说是以144为例 基本上都是因为旗下 2039 就是中乘那边 那个业绩好 有些东西叫做影响 还有因为 我相信 航运板块 似乎真是最差的时间 有机会就过去了 但是你说 是不是等于马上 可以变得很理想 那怕都未必是 还有因为 始终环球经济的状况 我自己看法 仍然有一点阴霾 因为没有 你说以特朗普为例 他本身 始终都可以说 他有很多保护的主意 会做 那我建议是否会这样做 都不得而思 而且这一段时间 可能都会炒回一个 就是一些重组 就是建平这些的憧憬 因为之前的时间 就是中海 中远海控 也做过这些的收购 令大家有这方面的憧憬 不过到这些价位 你就以144为例 到这些价位 我又不觉得这些价位 要再追 反而有货 好像刚刚提到的了 你又买来 可能先放下 即放下 只要都可以考虑 但如果你没有货 或者现在先追的话 似乎直播的空间 都真的不大 而且很多航运预备板块 看法都还是 可能比较中性 谨慎一点 所以如果你没有货 不建议大家考虑住 嗯 我姐144今天升得不错 阻贼行地也升得不错 中修市都要升 超过3% 創了一个月的新高 这只股份 获津摩通 调升评级增词 目标价升到52.6 整个地产板块来说 之前耶伦 就放过一些假派的言论出来 再加上 可能美国那边 6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 和核心CPI 那个案件的升幅 都低过联储局2%的通胀预期 那地产股短线 值不直播呢 地产股短线 有一定的直播空间 因为最主要 就像你说的 似乎美国那边 大家感觉上 加息的机率 有可能会小了 最主要是 只有加息的步伐 有机会比预期中 可能会慢一点 不过就不要忘记 因为我相信 你说缩表也好 加息也好 基本上这个剧本 定了不会怎么转 就是在9月份 有机会会开一些缩表 接着到12月的时间 会加息 我想你已经定了 只不过 你说之后加息的部分 有机会可能才会减慢 所以按道理 我相信你换回年来的时间 当你美国真的可能有一些 缩短线做的时候 市场依然是有些计震荡的 所以这些位置 你又买内 买这个 叫做地产板块的话 我自己觉得 就少住了 但可能你 譬如你 如果要给亩地为例 你真的不要贪心 这些位置买的话 前高位大概 所以400元左右的目标价 谢谢Stanley这么详细的分析 有没有持有上述提入股份 也没有持有的 多谢Stanley 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会有其他的直播环境 我们稍后再会见